继续来关注正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在华为公司发布了全球首款5G折叠屏的手机后 东方卫视记者特意走访了华为展台 华为作为5G技术的领跑者 在上个月举行的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 并没有展示新的产品 所以全世界都把目光转向了巴塞罗那 想看看在今年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 华为会有什么亮丽表现 华为展台面积最大人气爆棚 巨大的5G招牌点出了华为作为5G技术全球领跑者的身份 刚发布的5G折叠屏手机Mate X吸引了众多目光 华为经过三年攻坚克难 解决了屏幕外翻的平整度 显示效果等问题 从口袋里面拿一个手机出来的情况下 你会很自然地需要去看它的屏幕 如果说是在内翻的话呢 屏幕像你的话 无论是在使用的美感方面 它这个体验方面应来说是和我们这款设计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展会上还有许多新奇有趣的电子产品 比如这款镶嵌着高清柔性显示屏的时尚礼貌 这个笔纸还薄的显示屏 还有如卷纸一般的键盘 此外各类人工智能产品也大方异彩 转过头眨眨眼 微笑 挑眉 世界首位拥有公民身份的机器人索菲亚 也来到了大会现场 还有这款社交机器人获得了许多女性参观者的喜爱 它能够解读旁人的心情 当你悲伤时会用各种方法逗你笑 再看这款会煮咖啡的机器人机械臂 它不仅会熟练调制各种香浓美味的咖啡 还会运用大数据向顾客进行产品推荐 东方卫视记者杨安妮 赵菲菲 西班牙巴塞罗纳报道